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在民意机构审查的台电波谷案不仅今年追加的千亿波谷 还有行政机构追加的明年度千亿波谷 也就是总计2000亿波谷预算 赖当局只会放风声说波谷若是不通货 店家可能会涨多少钱 结果明年还要编累1300亿要买绿电 若核电完全退役 发电成本还要增加4块 怎么不检讨这荒谬的能源政策呢? 民众党民意代表张奇凯则批呢 波不是民众的钱 涨电价也是民众的钱 都是在百姓身上包皮 不能情绪啰嗦全民 也不要威胁民意机构 台电可以做资产重雇 不要抱着金鸡母汉穷 赵少康直辟 民进党当局称 涨电价不影响民众的说法 完全是因二到零 电价是劳动物价上扬的重要因素 主要是出现预期心理 一时住行的价格都会被影响 至于台电拿不到1000亿元的波谷 只能涨电价的说法更是歪理 是对在野党民意代表情绪啰嗦 只要赖清德能源政策不调整 波谷泰电就是个无敌动 赵少康直言 不面对真正的问题 就拿不出正确的硬别方案 台湾的电价三年涨四次 难怪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薪水没涨万物其涨 对高所得者或许冲击不大 可怜的是小老百姓